一场惊天动地的神魔大战 家喻互想的文学名著 让人如痴如醉 百毒不厌的经典故事 令人回味一生 一生必读的中国十大名著 分神演绎 朗读多妈 第六集 太乙真人刺化身 东海龙王敖光 在水晶宫听到龙兵来报告 陈唐关李靖之子哪吒 把三太子打死了 连金都抽去了 敖光听了大惊 生气地说 我儿乃是呼风唤雨 滋生万物的阵神 怎么能打死他呢 李靖啊李靖 你在西昆仑学道的时候 我还与你有拜把之交 你竟然放纵自己的儿子 胡作非为 将我儿子打死 还敢将我儿子的金 也抽了 说起来我就心疼 此仇非报不可 说着 敖光变成了一个秀才 去陈唐关 找李靖算账 李靖刚刚操练士兵回来 脱了衣甲 坐在后堂休息 听说敖光来访 忙整了整衣冠 出来迎接 敖光进了大厅 行完里坐下 李靖见敖光一脸怒气 正想问明原因 就听敖光气呼呼地说 李靖 你生的好儿子 李靖笑着答道 兄长多年不见 今日相焚 真是有幸 为何突然 说出这句话 若说小弟的儿子 有三个 长子金兆 次子木渣 三子哪兆 都败在名师门下学艺 虽没有多大的本事 也不是无赖 兄长不要错怪他们了 敖光说 是你搞错了 怎么会是我呢 你儿子 在酒湾河洗澡 不知用的是什么法术 将我的水晶宫 几乎震倒 我派叶叉来查看 他便将我那叶叉打死 我那三太子去查看 又将三太子打死 还把他的金抽了去 敖光越说越伤心 气得嚷起来 你还护短 李静盲陪笑答道 兄长错怪我了 我那长子在九龙山学艺 二儿子在九宫山学艺 三儿子七岁 根本不出大门 他们怎么能 做出这样的坏事来 敖光说 就是你那三儿子 哪吒打的 李静吃惊地问 真有这样的事 兄长不要急 带我叫他出来问问 李静到后园去找哪吒 找了半个时辰才看到 看见哪吒 正在摆弄一条袋子 便问 儿子 你在这儿做什么 哪吒便把打死 龙王三太子的经过 告诉了李静 然后举着手里的袋子 兴冲冲地说 父亲 我正在编这条龙金袋子 到时候 用它来给你素夹 李静听了大惊失色 好半天 才缓过神来说 你这个小冤架 惹出这么大的祸来 快去 给你伯父 赔礼认罪 哪吒乖乖地跟随父亲 到大厅见敖光 他走上前 失礼说道 伯父 侄儿年又无知 一时做错了事 请您原谅 这条龙金 我分毫未动 交还给你 敖光 独物伤情 痛心地对李静说 你生出这样的孽子 还说我搞错了 既然他已经承认了 那我明天 就到玉帝那里告状 看你怎么办 说完 扬长而去 李静想到 玉帝怪罪下来 全家都要被杀 紧不住伤心地痛哭起来 鹰夫人听后 也泪如雨下 对哪吒说 我受了那么多年的苦 才生下你 谁知 你是个祸根呢 哪吒见此情景 王贵在地上说 爹爹 母亲 孩儿一人做事 一人当 绝不连累你二人 说完 抓一把土 朝空中一洒 就不见了 哪吒借土盾 到了前原山 找到师父 太义真人 将自己得罪龙王 闯下大祸的经过 跟师父 细细说了一遍 太义真人 暗暗自寻思 哪吒无知 物伤敖饼 区区一件小事 不值得惊动天庭 就把哪吒叫到跟前 告诉他该怎么做 在师父的指点下 哪吒第二天早早来到天宫门口等着 不一会儿 敖光也来了 但时间还早 宫门还没有打开 他只好在一旁等着 哪吒见到敖光 心中大怒 冲上去 把他狠狠揍了一顿 还把他身上的领甲 抓下了四五十片 敖光浑身血淋淋的 疼得直求饶 并保证再也不去告状了 哪吒这才放过他 哪吒离开天宫门 回到陈堂关的家里 他把见师父和打龙王的事 跟父母说了 李静听了又恨又恼 十分心烦 正在这时 空中传来一声霹雳 顿时天空阴云密布 大雨如注 陈堂关被水淹了 原来 敖光气不过 便找来其他三位龙王 敖顺 敖明 敖吉 到陈堂关 来捉李静夫妇 哪吒停声而出 立声喝道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打死敖饼 礼更 我当偿命 哪有连累父母 和无辜百姓的道理 今天 我刮骨还父 割肉还母 你们从此 不许为难他们 敖光说道 这样也好 那我就成全了你的孝心 哪吒含着热泪 向父母拜了几拜 便提起利剑 割自己的肉 剃自己的骨 散魂魄 四位龙王 见哪吒已死 就撤离了陈堂关 哪吒的魂魄 我没有了依靠 随风飘荡 静止来到了 前原山 金光洞 太医真人 对哪吒的魂魄说 这里不是你的定身之所 你快回陈堂关 托梦给你的母亲 叫她 再离陈堂关 四十里的翠平山上 给你造一座庙 你受香火三年 就可以再现人行与人间 哪吒听后 离了前原山 来到陈堂关 此时正值半夜 哪吒就托梦给了母亲 鹰夫人醒来 发现是梦 大哭不止 李静为夫人 为什么哭 鹰夫人就把梦中的事 说了一遍 李静大怒道 你还哭她 她把我们害得好苦 第二天 鹰夫人只得瞒着李静 悄悄叫人 在翠平山上 建一座哪吒庙 庙建好后 哪吒显灵 百姓们都纷纷去拜 香火很甚 李静听说了这件事 就问军中军官 庙中的神仙是哪位 军官回答 是哪吒 李静轻了大怒 赶到山上 指着哪吒的向大骂 畜生 你生前害父母 死后还来愚弄百姓 骂完 动手砸毁了哪吒的金身 并放火烧了庙宇 哪吒的魂魄 又无所依托了 只好又到前原山上 招师父 太义真人 用两片荷花的花瓣 铺成人形 再用三片荷叶托起 将一粒金丹 放在阵中 然后运弃施法术 只见太义真人 双手用力往荷花 荷叶上推 大声喊道 哪吒快现人形 一声巨响后 哪吒便从莲花里出来 身长一丈六尺 脸色红润 它就是哪吒的莲花化身 哪吒立即拜谢师父 太义真人 就把哪吒留在身边学艺 太义真人 传授哪吒火箭枪 还赐给它脚踏风火轮 给它一只豹皮囊 囊中处有乾坤圈 浑天灵外 还有一块金砖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多妈开讲 或添加微信 5642458 精彩的内容 等着你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不得翻唱或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